那18年的女友总是拒我于千里 一气之下我提了分手 没想到她沉默两久后却掏出手机 打开了一篇纯情校园小说 我冷眼旁观不为所动 然而直到她念出和她同名的女主角诗 我捂着脸亮腔一步 住口 女友呵呵一笑 听说我是你的小说女主 我瞥了眼沙发上长腿交叠的女神 又转头看向阳台 心里掂量着六楼摔死 和掉马射死哪个更痛苦 可不等我想明白 女神恶魔般的低语再次响起 水珠从她完美的下额线缓缓滴落 划过她性胆的锁骨 高挺的春光 平坦的腹 我默默盖上了卫衣的帽子 女神质问我 你偷看我洗澡 我距离力争 没有 上次你跟我姐去游泳 我光明正大看的 女神吃笑 汉鸭子非要跟去游泳馆 原来在这等着呢 她的手指在屏幕上点了几下 很快滑拉到下一篇 是的 我不仅拿女神为缘写了一个系列 小奶狗小狼狗小土狗 并叫绿茶高领之花 女主都叫柳如烟 男主都叫贺强 柳如烟是女神 贺强是我 我悄悄抬眸 只见柳如烟眉头硬 把手机屏幕朝向我沉升道 升刀就算了 三位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我一拉位一抽手 把自己城墙后的脸皮 追得严严实实 只露出一双贼溜溜的眼睛 我猜的 柳如烟脸色好转了些 继续往下看 没什么实质性的描写 还算知道分寸 不提还好 一提我就来气 分寸 什么分寸 我义愤填膺 那是因为我没有实战经验 我写个吻戏都要被读者嘲笑 说我是母太solo 可我一个月前就不是了 在我的死缠乱打下 一个月前柳如烟成了我的女朋友 而一个月后的警惕 第二看见了我的激情创作 生意和欢死意和爱 我索性把眼睛也遮上了 想为自己弹奏一首肖邦的夜曲 祭奠即将死去的爱情 分手吧 人生好没意思 柳如烟伸手将我拉到她身边 扯开我的帽子 始乱终气 我不服 柳如烟一把薅住我的脑袋 小小年纪 脑子里就不能多想点正能量的东西 我气坏了 跳下沙发跑回房间 把门摔得震天响 打开电脑后 我噼里啪啦一通马字 最新一篇文的男女主成功迎来了逼结局 看着男主潇洒离开头也不回 女主痛哭流涕后悔不已 我才算气顺了些 其实我心里明白 柳如烟答应和我在一起 不见得有多喜欢我 只不过是不讨厌我 又看在我姐的面子上 跟我试一试 她是我姐的校友兼合伙人 小我姐三件 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 我就被她勾 吸引了 我求我姐帮忙牵线搭桥 我姐不同意 说我从小到大都是三分钟热度 不准我祸害她姐妹 对于这种胳膊肘往外拐的行为 我表示强烈谴责 我姐冷笑一声 抱出了一连串的女子 是我从小到大有过好感的女生们 爸妈带孩子都是放养式的 一直以来都是我姐管我比较多 所以比起爸妈 有时候我更怕我姐 我缩着脖子对我姐说 只好自己来 好不容易软磨硬泡把人追到了手 结果最多只肯让我牵着小手 兄弟曹旭坤给我发来消息 你怎么开始血病了 跟柳如烟闹矛盾了 我要跟他分手 我在房间里关了这么久 都没说来哄我一下 众所周知 兄弟向来劝分不劝合 一个电话打了进来 曹旭坤的安慰很质朴 你的觉悟很高 晚上有连一会去不去 我顿了顿赌气道 去 好好捣持了一番 开门时故意将动静弄得很大 没有回忆 我在家里找了一圈 也不见柳如烟的人影 他居然直接走了 我鼻头一酸 打车直奔木的地 曹旭坤坐在一群人中间朝我招手 我闷头挤到他身边 二话不说 先蹲蹲蹲灌了三杯酒 曹旭坤有些惊讶 怎么气成这样 你不是说 每次看见他那张脸器 都能消一大半吗 我哀哀气气地看了他一眼 想到自己的悲惨经历 表示不想说话 曹旭坤轻叹一声 搂住我的肩膀 早就告诉过你 老女人不靠谱了 你偏不听 说着他伸手指向 不远处的一群 玩游戏的年轻女孩 看到没 那都是哥们 给你打下的江山 遗愿大一的妹妹们 怎么样 有没有感受到 青春期和尔蒙的气息扑面来 仿佛有感应一般 其中一个穿白T的女生 转过头来 朝我和曹旭坤微微一笑 露出小白牙 和两个浅浅的酒窝 则 妹妹多香啊 还是算了吧 我垂头丧气兴致缺缺 曹旭坤深深地看我一眼 那眼神很复杂 三分悲悯三分同情 还有四分明显的鄙夷 干 是可杀不可辱 我握紧拳头胸狠道 等我把老女人吃干抹尽 豪言壮语还没撂完 老女人的视频电话就来了 我心虚地挡住摄像头 按下了接听键 去哪了 怎么这么吵 还好意思问我 在曹旭坤似笑非笑的表情中 我哽着脖子道 要你管 还在生气 柳如烟把摄像头翻转了一下 对准了一桌子的火锅食材 中间煮开的牛油锅里尖焦翻滚 角落里还摆着一个黑天鹅蛋糕 那家蛋糕店离我家很远 车程至少要一个小时 不是说没有一顿火锅哄不好的人吗 以防万一 我还买了你最喜欢的蛋糕 让我亲一口不比什么都强 正要再降两句嘴 我的怀里突然被推进了一个人 挡住摄像头的手也因为撞击而一味 刚才的白涕小美女被曹旭坤塞了过来 还意外和我贴了脸 曹旭坤笑嘻嘻的挑眉 一副看热闹不嫌是大的模样 却在看清屏幕的一瞬间将了脸色 贺强你 你姐怎么也在 我顿时面如土色 贺灵冷冷的目光透过屏幕扎在我身上 贺强胆子肥了是吧 完了 姐你出差回来了 还没想好怎么解释 那边柳如烟笑着打了圆场 是我惹贺强不高兴了 他只是在跟我赌气 你别怪他 不知道为什么 我似乎隔着屏幕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茶香味 趁着柳如烟和贺灵赶来的空档 我把自己灌了个六七分罪 以便装傻冲冷 果不其然 贺灵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脸拉得老长 黑得能掐出墨水来 罪魁祸首曹旭坤早就不知所踪 我阴阴阴扑进了柳如烟怀里 凑近可怜巴巴地望着他 柳如烟微不可查地勾了勾嘴角 就在我欣喜地以为他会将我护在身后时 柳如烟的表情变了 三分伤心三分醋意 还有四分委屈求全 他看向贺灵 都是我的错 我不该气他 他肯定是喝多了才会和别人抱抱扯扯 你就别再说他了 茶香四溢 不是我的错觉 我瞪大了双眼不敢置信 贺灵趁机拎着我的后衣脸 把我拖出了柳如烟虚假的怀抱 披头盖脸就是一顿说脚 我哭得好大声 我的女朋友不仅不爱我 还算计我 错了吗 柳如烟问我 绿茶味的柳如烟你不喜欢 我愣住 这才意识到他在模仿我小说里的主角 更是修奋不已 方式也加一下 我沉默不语 柳如烟对待我总是这么云淡风轻 比起女朋友的角色 倒更像是我的姐姐 跟贺灵一样 我才不要这样 把头埋进柳如烟的井握好一会儿 我借着酒精撒泼 我不要绿茶 我要小兔狗 你说土味情话给我听 柳如烟气笑了 我不会 我吭吃吭吃掏出手机 我教你 清了清嗓子我道 你眼瞎吗 撞我心口上了 柳如烟不置可否 我偷偷侧过脸观察他 没看出他的表情有什么变化 倒是注意到了他额角渗出的汗水 最近我的火势不错 体重也跟着蹭蹭上涨 我惭愧地帮他擦了擦汗 柳如烟好心情道 继续 你上辈子一定是碳酸饮料吧 我一看到你就开心地冒跑 余光瞄到柳如烟微微弯了眉眼 我大受鼓舞 声音都提高了好几个度 东风夜放花千树 我想去你家里住 柳如烟 我怀疑你的本质是一本书 不然为什么我越看越小睡 柳如烟脚步一顿 又开始了是吗 他猝着眉头 看上去不大高兴 可是泛红的耳根却出卖了他 我痴痴地笑着 低声在他耳边道 柳如烟 我再也不写清水文了 哈哈 太浪的后果就是我直接被柳如烟丢了下去 冰晕乎乎没站稳还摔了一跤 柳如烟低溜着我打车回了家 他的家 换完鞋后 我目的明确地直奔柳如烟宽敞的主屋 却被他抓住胳膊扔回了自己的房间 恋爱一个月 我虽然没能吃到柳如烟的豆腐 但成功在柳如烟家霸占了一个房间 放了一些我的衣服和生活用品 还把柳如烟的不少东西换成了和我的情侣款 我去给你拿点服 腿上的擦伤要削一下毒 原来带我回他家 只是因为离得近 我闷闷不乐道 柳如烟 我们吵一架吧 柳如烟抬着头 年球轻轻擦过我小腿上受伤的鼻子 为什么 我想知道你是怎么顶撞我 阿唐 柳如烟黑眸沉沉地盯着我 手下的动作陡然用力 我时去地闭了嘴 这也是土味情话 从哪学的 在柳如烟凌厉的眼神中 我耸成了一只鞍唇 睡前为了确认柳如烟是不是真的生气了 我拉着她给我讲故事 柳如烟无语又无奈 讲什么故事 我缩近被子只露出一双眼睛 讲你的故事 柳如烟笑了一声 那你是想听贺强柳如烟 霸道女总裁柳如烟 还是并教柳如烟的故事 我咬了咬牙 小孩子才做选择 我都要 柳如烟弯下腰 凑近缓缓靠近我 声音温柔似水 听好了 我被迷得七昆八素 点头如捣蒜 柳如烟薄唇清气 再敢背着我出去找别的女人 腿给你打断 一大早曹旭坤发来亲切的问候 还活着吗 我给她发了一个微笑的表情 曹旭坤又发来红包 聊个两百的 我收下钱 天油加速地把她走后的事说了一遍 曹旭坤听得津津有味 你这是破罐子破摔 索性放飞自我了 不是 都这样聊了柳如烟怎么还无动于衷 她是不是真觉得你小 对你下不去手啊 我打断她 哪小了 我只比柳如烟小五岁而已 曹旭坤一有所指 哪都小 我骂骂咧咧挂断了电话 下班后柳如烟来找我 我刚坐上副驾 她就递过来一个纸袋 什么东西 冰糖葫芦 柳如烟示意我系上安全带 你早上不是说想吃吗 多体贴 我拆开包装咬了一口 闷声问 柳如烟你有过前任吗 柳如烟明显愣了一下 有 嘴里的糖葫芦瞬间就不甜了 我冷声怒斥 呸扎你 这样下去不行 就算我得不到柳如烟的心 总不能连她的人都得不到吧 美色当前 天天看得见摸不着 是人该过的日子吗 我翻出几部经典的恐怖片 对比之下找出最恐怖的 盘算着和柳如烟一起看趁机开游 洗完澡 我逼着柳如烟穿上我买的情侣款兔子睡衣 关上客厅的灯 裹着小毯子和她一起窝在沙发上看电影 经典不愧为经典 画面分为音效都是一绝 我看得心跳加速两眼放光 够刺激 影片即将过半 我才想起来此举的目的所在 我慢慢摸向旁边的位置 颤抖着声音道 柳如烟我害怕 事与愿违 我摸了个寂寞 转头一看 柳如烟裹着不知道什么时候 从我身上顺走的小毛毯坐在沙发的角落里 闻言对我道 我也害怕 还能不能醒了 我挪到柳如烟身边 强硬地把她拉到怀里 属于她的侵略气息瞬间将我包围 我吸满意足 面上却还是惊魂未定的模样 早知道就不看着脖 我肯定会做噩梦的 柳如烟从善如流 别看了 早点睡吧 这是听懂我的暗示了 我低下头部做娇羞 一起吗 当然不是 赫女人 我在心底冷笑 还好我有普安比 赫灵总跟我说柳如烟的酒量贼茶 饭局上回回得靠她撑着 清醒的柳如烟不肯给我机会 那喝醉的柳如烟 还会有反抗的能力吗 我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酒 借口喝酒助眠 拉着柳如烟陪我一起 柳如烟挑了挑眉 一双深邃的黑毛 叮得我心绪不已 嘴角似有若无的笑语 更是让我萌生出两分退意 转念一想 怕什么 正如曹旭坤所说 女人就像弹簧 你弱她就强 你强她自然就会让步 于是我在柳如烟 审视又戏谑的目光中 硬着头皮笑呵呵的和她碰杯 渐渐的 柳如烟白皙的皮肤 开始泛起红韵 眼神也柔和下来 仿佛带了小钩子一般 钩得人心痒 喝凌晨不弃地 我试探着叫了一声 柳如烟 她的嗓音滴滴压压 尾调拖得很长 怎么了 我一咽 话到嘴边拐了个弯 我决定曲线救国 你知道吗 我的读者看了我写的吻戏 连夜私信我给我发了小作文 告诉我怎么接吻 以及接吻是什么感觉 我的视线停留在 柳如烟水润的唇袋上 咽了咽口水继续抖 她说女孩子的嘴巴是软的 像果冻一样 是真的吗 柳如烟笑了起来 你想吃果冻吗 饶是我起的头 此刻也忍不住老脸一红 她这话听着 未免太让人想如飞飞 我张了张嘴 没说出话来 只从喉咙里挤出一个N字 柳如烟主动靠了过来 我震惊了 喝了酒的柳如烟 这么温顺好说话吗 滴眉顺眼的样子 简直要跟她睡衣上的 垂耳吐融为一体了 不管了 实践出针织 我瞬间朝她扑了过去 贴上柳如烟嘴唇的那一刻 我只感觉脑子温温作响 热心读者都是怎么教的来着 我完全忘记了 大概是呼吸不畅 且我一动不动 她哑声说 行了 我愣愣地看着她 什么 柳如烟没回答 起身朝房间走去 脚步还有些不稳 我跟在她后面 心里有点不服气 我知道我稳计不好 但凡事都有第一次吗 回应我的是房门碰的关上 以及从里面繁琐的声音 我真的生气了 哄不好的那种 早上柳如烟在厨房 准备早饭的时候 我拎起包就跑了出去 被气饱了 不想看见她 我打车去了公司 由于还没到上班时间 我就坐在工卫上刷手机 诺过多久 收到了柳如烟发来的消息 我在你公司楼下 我没回 她又发来一条 给你带了早饭 下来拿 我依旧没理 女人 有时候就得晾着 柳如烟又说 我看见你同事博昌了 不然请她带给你 我急了 不行 匆匆忙忙跑下楼去 看见柳如烟站在一楼大厅 手里拎着糖果色的保温筒 看着颇为扎眼 我走到她面前 冷着脸不说话 柳如烟像个没事人一样 又不吃早饭 不怕胃疼了 我瞪她一眼 用自己的表情告诉她 懒得理你 柳如烟无谓地笑了笑 昨晚趁我喝多对我做了那种事 现在说翻脸就翻脸 快到八点了 大厅里人来人往 我吓得上前一步捂住她的嘴 你乱说什么 就我那些句八卦的同事 谁要是路过不小心听了一嘴 还不知道会被传成什么样呢 一转头同事许如手持门禁卡 正盯着我和柳如烟 眼睛在发光 我嘴角抽搐 如歌早 许如点点头 朝我走了过来 早啊 女朋友特意来送早饭 柳如烟笑着把保温筒塞进我手里 摸了摸我的头对许如道 是啊 不知道怎么了 从昨晚别扭到现在 早饭都不肯吃 说着壮丝无奈地轻叹一声 小伙就是脸皮薄 他是故意的 拳头硬了 许如的眼睛越来越亮 放心吧 我帮你看着他 快到点了 我们就先上去了 他拉着我飞快地走出柳如烟的视线 迫不及待地问我 你把人家来啥了 可以啊小赫 看不出来你这么行 我不是我没有 别谦虚 许如按住我 来把粥喝了 顺便跟歌讲讲细节 不知道他靠着柳如烟那几句似尸而飞的话 脑补出了什么画面 整整一天 看我的眼神都带着说不清的暧昧和赞许 我更气了 直接无视了准时来接我的柳如烟 大不留心地往反方向走 却被随后出来的许如拽住 一把推进了柳如烟怀里 跑什么 咱们新时代独立男性 敢做就得敢认 我有口难便挣扎无果 被柳如烟笑眯眯地揽住肩膀塞进了车里 等会儿去吃日料怎么样 不吃 我扭过头 那么嫌弃我 还跟我一起吃饭干什么 行至十字路口 正好是个红灯 柳如烟轻轻掰过我的脑袋 让我不得不指示他 我什么时候嫌弃你了 长得好看真是天然的优势 配上这样温柔又宠溺的语气 我几乎要原谅他了 我倔强地抬了抬下吧 就昨晚你还把我锁在门外面 什么意思啊 难不成我还会吃了你吗 柳如烟笑着反问 你不会吗 我深吸一口气 刚要说话 一个倾听点水的闻堵住了我即将要说的话 我瞪大双眼看着柳如烟 他却已经淡定地转过头去 四平八稳地踩下油门 直到走进日料店 我都还在恍惚 柳如烟不会到现在都没醒酒吧 不然怎么可能主动亲我的 那他这样算酒驾吗 注意力不集中的后果就是 我在拐角处和别人撞了个满怀 不好意思你没事吧 我连忙道歉 被撞到的女人扫了我一眼 视线却停在了柳如烟身上 真巧 没想到在这碰到你 柳如烟敏唇 牵住我的手将我拉到身边 是挺巧 女人笑了笑 小男朋友 你现在喜欢这款 是熟悉的八卦味道 柳如烟错了醋眉 似乎并不想过多交谈 我按捺不住好奇心 找个借口把她拖走了 我问柳如烟 她是谁啊 大学同学 柳如烟看着我 缓缓勾起嘴角 她还是我前男友的现女友 但比你差远了 柳如烟起身 从我的对面坐到了我的身边 原来亲一下就没脾气了 她凑近凑近我 笑得温柔又蛊惑 我眼皮一跳 刚想退开血 就被她按住后脑勺再堵清了过来 细细密密地稳落在唇上 柔软湿润 亚抑至于我的脸颊烧了起来 虽然包奸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但服务员随时都可能会来 我强忍着内心的不舍 推散着柳如烟 柳如烟 抓住我的手腕 又在我的唇上轻轻咬了一口才放开 我迅速抓起桌上的菜单 将整张脸都埋了进去 我觉得自己应该更硬气一点 但脸上实在烫得厉害 不用看也知道 肯定红透了 会被嘲笑的 离那么近能看清吗 柳如烟试图抽走菜单 让我也看看 我先看 我不肯松手 画风陡然一转 你先给我讲讲你前男友的事 刚才那个谁说 你现在喜欢我这款 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 柳如烟沉吟 大概就是说我老牛吃嫩草 看不起我吧 睡前我给曹旭坤打电话 我感觉柳如烟对我有所隐瞒 你说他为什么不愿意提起前男友 是不是还对他念念不忘 曹旭坤哈欠连天 这都几点了你还不睡 明天不上班了 不行 我睡不着 要是柳如烟抛下我去找前任怎么办 我会难过死的 我还没 嘟嘟 曹旭坤挂断了电话 怎么这样 我不死心又打了过去 漫长的响铃过后 电话那头传来曹旭坤暴躁的声音 那万一柳如烟是被他前男友绿了吗 你就非要去接他的伤疤吗 被震慑到的我手一抖 手机摔到了床底下 柳如烟被绿 柳如烟会被绿 我颤颤巍微捡起手机 又拨通了贺林的电话 姐问你个事 贺林好像还在工作 我听到了敲击键盘的声音 她轻斥一声 真难为你还能想起我这个轻姐 在柳如烟家住得够久了 打算什么时候回来 再说再说 姐 你认识柳如烟前男友吗 贺林沉默了一瞬 咬牙切齿地说了句 不认识 也给我挂断了 第二天我顶着两只熊猫眼去上班 许如特意给我冲了杯咖啡 拍了拍我的肩膀 雨众心肠道 年轻人要懂得节制 我看着她无语泥烟 好奇心得不到满足的感觉 太痛苦了 我没办法节制 不过好在这种痛苦没有持续太久 我很快又见到了那位 很可能绿了柳如烟的美女 这位柳如烟的前情敌沈幼楚 突然空降成了我的甲方 原来痛苦并不会消失 她只是转移了 按道理说 我这种刚进公司没多久的实习生 跟甲方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交集 但坏就坏在领导带沈幼楚参观公司时 她绕到我的身边笑眯眯地说 真巧 没想到你在这里工作 爱与领导在场 我假笑的脸上的肌肉都在隐隐抽痛 沈幼楚走后 领导把我叫到办公室 天花乱坠地阐明了本次项目的重要性 然后她小手一挥 安排我负责这个项目的对接工作 干好了提前转正 干不好 领导没明说 只是暗示我后果很严重 我一个职场菜鸟能干起多大责任 说是负责对接 倒不如说是负责哄 我都没敢告诉柳如烟 八卦团将我围住 打听我和沈幼楚的关系 我说她是柳如烟的大学同学 不熟 他们开心地跟我分享 不知道从哪打听的小道消息 沈幼楚是个家境殷实的富二代单身 几位士林男同事摩拳擦掌两眼放光 我摸着下巴沉思 我给沈幼楚送文件的时候 她笑得像只狐狸 你知道我是谁吧 我犹豫着开口 柳如烟前男友的前女友 沈幼楚顿了顿 这么说 你也知道林翔了 那倒是不太清楚 沈幼楚朝我勾了勾手指 我给你讲讲 我有点挣扎 沈幼楚分明满脸都写着不怀好意 但我实在太想了解这件事了 纠结半天我还是凑了过去 沈幼楚玩味地看了我一眼 悠哉悠哉到 柳如烟和林翔在一起 源于某天早晨 他们被发现睡在同一个房间里 我的心目燃沉了下去 我都没有跟柳如烟睡在一起过 林翔不仅拧在了起跑线上 还直接甩了我一大劫 沈幼楚说 当时他们社团活动 搞了一次别墅哄啪 由于氛围太好 几乎所有人都喝了个东倒西歪 隔天早上起得比较早的人 挨个房间叫他们起床 结果柳如烟和林翔 从同一个房间里走了出来 两人一直以来都很合拍 在众人眼里也是郎才女貌 十分登对 然后就自然而然在一起了 我心里酸得直冒跑 但还是忍不住继续问 后来呢 沈幼楚笑了笑 没有回答 只是淡淡说了句 那时候我也喜欢林翔 所以我望着他 你撬了柳如烟的墙角吗 回到家后 我的沉默引起了柳如烟的注意 他把切成块的水果放到我面前 递给我一个塑料小叉子 怎么了 工作上遇到不顺心的事了 我摇了摇头 柳如烟又问 那怎么闷闷不乐的 我预言又指几个回合 拟了敏唇半天回到 好 餐桌上摆着六道菜 摆盘个顶个精致 旁边放着两箱啤酒 一瓶白酒 全是我买来的 我举起一拉罐语气豪迈 来 今儿过节 咱俩喝得尽兴 柳如烟轻笑一声与我碰杯 然后仰头一饮而尽 嘴角溢出的酒水 顺着白皙的脖梗一路向下 最后滑进一领深处 做什么工作的 我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 你就是我的工作 柳如烟也不知道听没听进去 呆愣愣的呲牙冲我笑 我被他这副样子逗笑了 傻样吧 小醉鬼眉头一皱控诉道 我不傻 好好好 你不傻 我傻行了吧 跟红小孩似的 对 就是你傻 话音刚落他脑袋就垂下去了 我耐心等了五分钟 见他彻底睡熟了 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 柳如烟柳如烟 毫无反应 我架起他的胳膊 把他扶进卧室 喝醉的人真沉 此时夜色正萌 卧室里没开灯 只有客厅透过来的一点光线 我坐在床边 手指轻轻撩绘着柳如烟完美的五官 从深邃的眼睛 到高挺的鼻梁 再到线条流畅的下巴 许久卧室内响起一声 微不可闻的对不起 拿出包里的合同 在柳如烟大拇指涂上红色印尼 马上按到纸上使我停下了 我不想这么做 真的 真的不想 我不能决定柳如烟的人生 老子不干了 柳如烟坐起身看着我 哪还有半分醉鬼的样子 他重复了一遍语气陌生 客强 为什么犹豫 以往种种疑点终于在我脑中串联呈现 我正正地看着他 因为我不想 柳如烟凑近捡起合同 我像被吓到了似的猛地拍掉 别看 不看我也知道是什么 放弃遗产继承权的合同 对吗 我整个人从骨头缝里都透露着良意 你从什么时候知道的 他陌生的眼神让我心惊 从咱俩见的第一面 你对我就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了解 所以我断定你调查过我 而你这么做无外乎三点 一涂脸 经过我的观察 我的脸对你确实有吸引力 但不多 根本不至于你这么大费周章 二 涂钱 我故意在家里摆一些值钱的东西 你看都没看一眼 三 有人让你接近我 至于是谁 至于原因 还需要想吗 我没了 头一次感觉智商被人抱得扎都不胜 太操弹了 所以你的听觉那么敏锐 从一开始就知道裤头而走丢的原因 是吗 是 我佩服的五体投地 这是怎么样的一种演技啊 我痴笑一声 为什么不阻止 不怕我对你的狗不利 柳如烟淡淡瞄了我一眼 其实不光是因为听觉 主要是因为电梯门反光 我见过那个女生 在小区楼下你追着她打 她管你叫哥 所以我想看看电梯里的你到底想做什么 我闭了闭眼 和柳如烟相处的一幕一幕 如同电影回溯一样 别害怕 她不要 卧槽 我狗呢 你要是不嫌弃 来我家洗吧 哥哥 不知道为什么 就打心底里感觉可以信任你 调剂品原来真是我呀 她到底是抱着怎么样一种心情陪我演戏的呢 泪水猝不及防地掉落 在深色的床单上运出一圈水迹 其实我根本没有立场哭 不真诚的人明明是我 但就是忍不住 柳如烟搬过我的脸 轻轻替我擦拭着眼泪 半是遗憾半是感叹地说 克强 如果你接近我 只是因为你自己就好了 随后她捡起合同 毫不犹豫地在上面按下手印 我大惊失色 你干什么 她耸了耸肩 其实就算我爸不准这么一出 我也不打算继承遗产 那家公司是我爸一生幸福的埋葬底 我嫌恶心 不过她既然雇你来了 我就顺水推舟 也就她把那点钱当钱 我一年赚得比那多多了 操 你怎么不早说 不过我心底的愧疚总归是少了一点 至少我没改变柳如烟的人生 捏着合同起身要走 柳如烟叫住我 克强 明天和我一起去趟医院吧 我瞬间明白了她的意思 点头应下 医院内 庄严肃穆的氛围 使人心头沉重 柳如烟推开病房门 一个身形消瘦的男人 躺在病床上 看到柳如烟 那原本浑浊无神的毛子陡然一亮 阿烟快进来 我跟着柳如烟一起踏进病房 才看见里面坐着的两个女人 其中一个妇人是孙妙兰 还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 没猜错的话 就是柳如烟同母一父的弟弟 男人抬手指挥孙妙兰 给柳如烟端茶倒水 柳如烟出声制止 不用麻烦了 我来就因为两件事 说完我就走 柳如烟把合同往床上一扔 你老婆让我签的 我已经签了 以后别再说 让我继承你的公司之类的话 你老婆怕是在背地里 牙都要咬碎了 她又从兜里掏出一个U盘扔给男人 怒 记得夜深人静自己慢慢看 不等男人反应 她拉着我转身便走 我回头撂下一句话 孙女士 你委托我让柳如烟 放弃继承权的是我旅行完了 记得给我打尾款 孙妙兰脸色铁青 刚出房门 男人的怒吼和女人 无力的辩解同时传出 但真男人从不回头看身后的爆炸 你刚刚给的U盘是怎么 孙妙兰婚外情的证据 我竖起了大拇指 这你都能弄到 柳如烟失笑 就信她找家庭情感顾问接近我 不信我找家庭情感顾问接近她 我惊掉下巴 我之前是有多二无言 才能把这个满身锋芒的女人 当成纯情无害的小奶狗 姐 我和柳如烟同时回头看 原本应该在病房里的男孩追了出来 西季的目光看着柳如烟 你就是爸爸常说的姐姐吗 你以后会经常来吗 柳如烟神色淡淡 不会 为什么 我爸爸也是你爸爸 那我的家也是你的家呀 柳如烟轻笑一声 没回答 转身走了 我看着这个尚且天真的男孩 低声说 你家是你家 柳如烟家是柳如烟家 柳如烟的家由我来给 知道了吗 回去吧 出了医院大门 柳如烟正站在树荫下 面容绝美 引得路过不少人盯着她看 我走过去 一时间不知道说些什么 面面相去安静了许久 柳如烟率先开口 贺强 如果你接近我 只是因为你自己就好了 这是她第二次说这句话 我现在不是带有目的的 但柳如烟已经走了 背影看起来是那么的形单影子 从13岁到现在 她都是一个人走过来的 整整十年 我早就该想到 柳如烟那么小就自己生活 怎么可能会是单纯小奶狗呢 那恐怕会被生活吃的骨头扎都不剩了吧 我站在1601门前 手心不停冒汗 刚擦干就又补上一层心的 贺强别紧张 却不像你 我深吸一口气 刚要敲门 门从里面被人拉开 柳如烟见到我后神色一致 手里牵着的裤头儿热情要往我身上扑 一个月不见 她头发短了不少 露出饱满光洁的额头 趁得五官更加立体 我紧张的情绪一下就消失了 你好 我叫贺强 能交个朋友吗 少女眉眼如画 笑得开怀 我叫柳如烟 你看我这个调剂品 是盐还是醋 是糖